859题 开头这个接触短语很明显是状语嘛 描述这个动作的时间 主语呢是字母表 动作呢是被改编自哪呢 这个宾语呢是另外一个字母表 然后身后定义从句 用来去描述字母表呢 这个字母表呢 in turn这是个插入语啊 是状语你不管它 然后动作呢是又被改编啊 在另外一个时间啊 改编自哪呢 改编自另外一个字母表啊 所以它等于是两个字母表啊 就是这个罗马的字母表 改编自意这个字母表 然后这个E这个字母表 都改编自G这个字母表 然后如果如A所写的话 这个G这个字母表定义从句嘛 itself had been adapted earlier in the same century啊 这又是状语 动作还是它 就是这个字母表 又改编自P这个字母表啊 所以相当于是N个字母表 一个人抄另外一个人呗 这个意思啊 如A所写的话啊 这个定义从句 itself啊这个词 这个词要注意 它算是一个同外语啊 也算作是插入在就是中间 它是同外语 类似于像比如说 we all passed GMAT test 比如说 这句话里面这个all 就是一个同外语 它同外这个we啊 它等于意思是说 强大是我们都通过准备考试 这里面你如果写成 we passed GMAT test 是一样的 这个两个是没有区别的啊 只是说如果你想去强调一下 我们都的话 那有个都这个字 那我就会加这个all啊 包括这一字母表一样 那意思是说 这个字母表它自己 是又是一个从别人改变字的 也就是它也不是源头啊 这个在这句话里面 源头应该是这个p这个字母表 这个意思 所以呢 A问题不大 所以先保留啊 咱们再看b b的话 逗号后面加一个doin 这个东西一定是一个伴随状语 对吧 它有两个特点啊 伴随咱们讲过 是一个简化过的状语丛句 SVO啊 或者前面这个句型 逗号加doin啊 一个逗号加doin这个分词 就是一个点上的伴随 它有两个特点 一呢 是它的主语 跟它所修饰那句话的主语一样 也就是说这里面的adapting 它的主语 跟它所修饰那个句子 它修饰谁啊 它修饰应该是这个adapt啊 注意不是整个提干的主句 为什么呢 因为状语跟定语 包括同外语 它们都是修饰语嘛 修饰语有一个最基本的原则 叫就近修饰 所以说呢 通常来说 这个状语呢 都是会就近修饰一个动作 定语呢 是就近修饰一个名词 而且呢 在这个句子里面啊 像定语是常常会有这个跳跃的现象 发生是因为它没办法 因为一个名词身后 如果带两三个定语的话 没办法 只能是跳跃一个 对吧 很正常 但是状语其实跳的机会并不大 为什么呢 因为状语的位置多 你比如定语吧 它这个名词在这儿 比如这是名词N啊 身后呢 这定语很多都必须得后置 例如定语从俊 比如这次短语 如果你想去做定语来修饰一个名词的话 通常都得后置 你不能前置 也不能放下地方 对吧 但状语不一样 状语可以放句手 放句中 放句末 加多话 不加多话 都可以 对吧 位置很多很多 所以说状语呢 很少会跳语啊 在句子里面 这是一个句子的规则 这不是语法 规则也不是一个排错的要点 那只是一个规则 就是一个大概的道理 因为它本身状语的位置很多 所以很多时候没有必要调语啊 所以呢 2B的话 通常我们看的时候 它的主语啊 它的这个修说的句子 很明显是这个句子 是改编的句话 那它的主语呢 跟改编主语是一样的啊 所以这里面就应该是 这个E这个upbeta 意思是说 这个E呢 主动发出改编自己这个动作啊 那这里面很明显就不太合适 这是第一啊 因为主语应该不应该是这个字母表 应该这个是这个字母表 形成这种传递关系嘛 这是第一 第二的话呢 更明显的现象 那如果你比如说 哎 我不知道常识上到底这个 是不是这个 这个这个E就很厉害 对吧 呃 如果你不知道的话也没关系 第二点 它也不对 那因为伴随的话呢 要求两个动作 要近乎同时发生 因为呢 这个Doing 长得很像进行式啊 它是个分词嘛 但长得很像进行式 它要求有一个持续的概念 所以它应该是跟前面这个动作 要保证近乎同时发生的 这两个动作很明显不同时 对吧 因为这都写了嘛 在之前 在SIMSANTURE 但是呢 是早期早一点 对吧 所以说两个时间肯定不同时啊 所以这B呢 肯定不对 所办所不行 再看C C的话 它这个名词 这可以当名词来用啊 就是反生代词 反生代词 Greek 加一个Doing 这是一个什么呀 名词加上Doing 我说分词嘛 这是一个独立主格结构 独立主格也是状行 对吧 所以它呢 依然得保证 一是跟前面是状有关系 那另外一个呢 它得保证 它这个动作 也是分词嘛 它这个动作 跟前面这个动作 要近乎同时发生 这个很明显 B怎么错 C也不对啊 4D也一样 E其实也一样 你看它这个是独立主格 这个是伴随 对吧 都一样 所以答案全能A选项 等于是两个定语嘛 一个是说 这个E这个字母表 改变自谁 另外一个是说 G又改变自谁 这个意思啊 所以这里面 其实考了一个 比较典型的 通过定语和状语 尤其像这个伴随 这种形式 来去考 包括对这个 这个形式来考证一下 DEP这个动作 和这个DEP动作 是什么关系 以及和这个 G字母表 什么关系啊 其实还是这个词的关系 只不过它这个形式 是利用这个 成分的变化 来体现的 感谢观看